台灣媒體指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將會今晚抵達松山機場 預計明天下午離開台灣 大陸海關總署 起一日深夜突然禁止 台灣百多個食品廠進口 台媒說恐怕有三千多項產品 遭到禁止 台灣經濟部證實傳言 台灣國貿局 貿協大陸組 預計會向經濟部長報告 由台灣農委會和台灣經濟部 共同評估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 據了解 目前遭到大陸海關總署 朱基維暫停進口的食品業者 有泰山 愛知味 味傳 維格 義美等台灣知名食品企業 由於發佈禁令的時間點敏感 被外界解讀是 對台灣報復的操作